大家好,冰冰 我们现在依旧坐标在沈阳 前几天呢,跟大家聊过 我们要换房车这件事 也是之前呢,卖我们这辆房车的小鱼 跟我们前几天正好通过电话 她呢,现在在雨通房车座 雨通房车呢,也是房车借贷大厂了 它以一位客底牌为主 今天呢,我们就打算过去看看,做一下对比 那今天拍出来这个期视频呢,也是想 跟大家聊一聊 大家看我们视频也挺长时间了 也比较了解我们星哥的生活行性什么的 行性 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参考一下大家的意见 给我们提一下我们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房车 就把视频录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这辆房车真是好久没开了 全是回一层回 我们到咯 远远地就看到了 这块是新开阀呢 这杠呢,是手工开 雨通房车 那是小鱼哦 是 好像是小鱼缓缓地走了 胖了呢 二阳 二阳 刚刚二阳玩意儿 我也刚二阳玩意儿 嗯 我来过去给他点儿就行 好嘞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的和平湾 叫房车小镇 这边有集装箱 是的,建筑有好多 上面写着房车小镇 这块呢 雨通房车,这个就是雨通房车,沈阳的直行点儿 想来看房车的沈阳的小伙伴可以来这儿了 这位呢就是之前 校售我们小白的小鱼 叫小鱼同学 大家好 大家如果来房车小镇的话可以来找他 然后他的服务态度就是挺好的 那边的帐篷是做什么的呀 这边帐篷呢,这个大帐篷呢它是烤串的 现在白天,礼拜一到礼拜五 礼拜都测了,礼拜六,礼拜五的晚上 然后礼拜六,礼拜五的晚上 然后礼拜六天人比较多 关键的来这儿 那一侧是一个洋鱼池 洋鱼池的钓鱼 那些小动物被被养 还有小动物 在外面也是一个有力 这辆房车是 这是公共3.0系的C9的乌托转房车 乌托转的 它的水和电是多少 这个是800里电 800里电 8004的太阳能 190的水箱 其实与通房车 伊维克底盘的布局 大差不差都差不多 大概是两个床 一个是后置床 一个是额头床 中间呢就是有一排座椅 餐桌 厨房 洗手间 这格局差不多 但是有一些小细节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这个空调 这个就是底质空调 它的外积呢在车底部 所以它的噪音会比较小 刚才我试了一下 出风效果还挺好 制冷效果挺好的 这个空间它是12伏的 这是12伏的 不用开捏便器 比较好 方便 这车也是12伏的 小洗手盆 好可爱 这是电磁炉吗 对 很小小的可爱 然后小冰箱 看一下洗手间 我坐的这个就是洗手间 做便了 然后这边呢有个小台盆 这小台盆是两个绳杖 这么大 小台盆好迷你 还有刷牙杯准备了 哎呀 可以淋浴 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洗澡怎么洗 其实房车里面洗澡还挺方便的 因为地下嘛 就是湿了擦了一下就好了 它都有地漏了 这边还有织物的 挺方便的 我刚才问了一下 雨通房车比较好的一点呢 就是每隔50公里就有一个服务站 这点倒是挺吸引我 因为它都做大课的了 对 全国都有时候往点 嗯 这个小床是一米九乘一米三 其实星哥 我们真的需要两张床 因为星哥有的时候会打呼噜 影响我睡觉 打呼噜放屁磨牙 然后呢 到时候星哥 你就在后边后置床睡 好 我在上边睡 我喜欢这样 我喜欢额头床 我喜欢在这儿 那挺好的 不抢 真舒服 但是这一米九长你没问题吧 可以 行这一米三完全够了 其实挤帮挤帮两个人也行 我不跟你睡 谁跟你睡的 我们餐桌的位置 这两边可以坐两位 这块其实可以坐两位 那边呢也可以坐椅位的 然后主副驾其实可以旋转过来的 这小桌也可以一来一去 挺方便的 额头床比较高 星哥 那你要上去的话就得 我得把这桌给推到这儿 踩桌了 对 我可以踩桌上吗 也可以 星哥 这额头床比我们的那个高 是高的 这儿 就是那个坐起来的话 会稍微宽一些 我躺下感受一下这个长度 这额头床的长度呢 是两米二 宽度呢是一米四 这边睡两个人 床人完全是没问题的 当然睡一个人更好 这边是他的操作面 还是比较简洁的 啥呀 我撤 我给你擦一会儿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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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电 要抢我们车了 抢我们车了 抢我们车了 驾驶感觉跟皮卡有没有什么区别 就像开大车了 真是一个大公尿的感觉 是不是 包括这个 手刹 我们车冻了 好 那给我们洗车给我们加水 我们要准备走了 出发 我们开他车走 置换 对啊 走 GC 伊雷科和蓝重的区别 就是特别方便走过来 就不用开这个门 下车 再开门上车 从这直接把鞋拖这就行了 把这个可以揉上去 对吧 可以 那这样 这样就可以直接过来了 直接过来了 对 它这个设计的目的就是这样 太方便了这样了 不错 它这台车电视没放这 放到这个位置 我想换伊雷科 两万大一点 换 然后以后我不做饭了 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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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价位呢 这个指导价45万块 45万块 指导价 回到我们房车了 明显感觉矮了不少 那床看着怎么突然间有点小了呢 这可是皮卡房车里最大的额头床了 好像 哪哪 我今天就你 哪哪都不对了呢 肯定把你也换了 哎 今天晚上车上坐 不不不 回家我要回家 回家住大床 毕竟自由行 办你好心情 感谢大家点击关赞哦 爱你哟 好 好 好